AV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领导品牌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今天来拍什么 小搞搞 菜鸟的爱车小搞玩 对 轮到你了 对 轮到我 现在一人分配一台 考验你们这个整理车的能力 跟你们的眼光到哪里 好不好 放很久的CRV 几年的 没写 没写 完蛋 我记得99年的啦 放到几年都不知道 马上查 怎么样 97年 你怎么知道 我查到了 对 97年 跟我同年 跟你同年喔 对 1997年喔 对啊 哇 香港人洗淫回归的时候 你出生了 马照跑 舞照跳 酒店照上 一楼一缝照样双飞 哇 你那时候出生了呢 好 那刚好这台车分配给你再好不过了 好不好 我记得这个那时候是一个车况很好的车 被我们放到已经布上了一个薄薄的灰尘 你看台北的空气品质有多蓝 都有稍微那种黑黑的有点像炭的东西 再来就会长出宫崎骏的小黑炭 一只一只的 其实这台车我记得当初就没有什么好整理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来做一个路视 把一些耗材做一下检查 然后把它做一个基本整理 我们看一下外观有什么好整理的 我认真觉得那个旗感要留着 为什么要留着 这个是符合他那个年代的一个他活着的证明 这个东西你现在要花钱买也买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留着 因为才有那种氛围感 照这样子讲起来的话 是不是都不要整理就有年代感 对 灰尘也不要差 就是脏脏的 对对 还有点老人臭 哈哈哈 还是这样 这黑保感可能我觉得如果是我啦 我可能会想把这个再喷黑一点啦 因为它氧化所以其实有点白了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两个地方喷黑 这个年代的大灯就已经蛮透亮的 那大牌我们因为它这个大牌哦 也是年代久远 诶 K7 K7你知道什么 雅歌 K6 K8 K6的哥哥 K7雅歌 我以前还开过K7双门儒备 帅 那个淹水的时候油门踩下去水全部吸进去 引擎就挂了 大牌整修一下啦 那这个胎的部分呢 我们就给下一个人去去处理了 它胎纹很深 但是年份已经到了 这个都还拉得很顺 那时候K6也都是设计这样 只要左手伸出来这样一拉 就搞定 诶 外观后保感也一样烤一下啦 然后这个 这个皮也还不错啊 诶 其实这一台 需要整修的地方 不多诶 外观也没有什么 板筋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受伤啊 我们只要把黑色氧化的地方 全部都喷过就好了 它底下侧裙啊 还有这个轮壶啊 把它氧化的地方全部都把它喷过 然后车子在美容过 其实就已经很清新透亮了 哦 里面很漂亮啊 这美容做好一点就好了啊 没有 露营的桌子 这拿下来是一张桌子 上面有写CRV嘛 有啊 帅 诶 新车的那个 现在越做越大 你几岁 26啊 所以这26年 前的 你看你看以前很爱它的 一些打蜡棉啊什么的 其实都有 这都擦车的 这个车真的存在了很多的回忆 再来勾勾 我们最近已经整理很多 HONDA的车了 我们还有Streme嘛 诶 诶 它这应该是放反光牌的 可是它反光牌怎么不见 对啊 我们还有整理Streme啊 喜美啊 本田魂真的爆棚 最近都是本田的版面 好啦 看完了 外观我觉得其他都不用动了 好不好 内装需要非常精致的美容 那方向盘的部分呢 轻轻我觉得就像新的 因为它有用皮套 这东西都这样嘛 我上次讲过了 你如果新车回来就装椅套 就装皮套 从新的一直用 用到车卖掉 结果人家拆下来 哇 里面都是新的 爽到别人 爽到别人 对不对 诶 不错啦 整体都不错啦 要需要萤幕吗 不用啊 我跟你讲啊 载车 到时候光以前 脚就不知道花多少钱 到时候我跟你讲 我们应该会 大部分的那个预算 全部都落在基建里面 因为那个零件啊 蛮贵的 而且时间到了 很多橡胶啊 一定都要换 所以我们把外面的预算省起来 我们把它弄在基建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理一台老车的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就 交给你啦 交给我好不好 检查清楚 翻新 耳目一新 让观众朋友看 现在试车了 先试一下底盘有没有什么异音 好啊 今天来修这台1997年的CRV 一代的 然后现在先试底盘对不对 对 对先看看底盘有没有什么异音这样子 好 那除了底盘的话 这台车 它有什么痛病吗 最容易坏的就是它那个 后面那个差速器 比较容易产生异音 所以我们等一下试的话 也可以试得出来 对可以 它是什么情况下会有那个声音 如果它坏掉的话 坏掉有分很多种 如果直线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有一个 隆隆 那个声音 嗯 所以比较常出现的就是转弯的时候 会有一个异音出来这样子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异音 它这种的 偶核式 就偶核式的那个离合器 比较容易产生那个磨损啦 这台基本上这样试起来 那个底盘 避震器 还有三脚架这些开起来 诶 都还算不错 以这么老的车子来讲 诶 没什么声音 没有什么异音 可是有一点点偏软而已 那这台车我刚刚看说 它整个正死皮带跟那个堕轮 都要换掉 对 它应该这么多年 这些都是 最好是把它换掉 就是 比较安全 不然那个久了 正死皮带 那些会 脆掉啦 或到时候开一开会断掉 所以就是先预防性 对对对 预防性的更换这样子 那它的刹车盘跟 刹车盘 对 跟刹车皮 因为它那个盘子 生锈的蛮严重的 我们建议把它换掉这样子 就是时间久了 它都已经生锈了 对 那等一下我们 先做一个极限转弯 看看那个差速器 会不会有什么异音 存在这样子 它通常是你 比较快的时候转弯 会有那个声音 慢慢的也会哦 慢慢的 对 那如果是 因为这台是一代嘛 对 所以二代之后它的差速器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其实它到二代都还是应该用的差速器都还是一样的 哦 所以它也会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 二代也会 如果是三代是吗 三代 三代 听说是有改良啦 可是 从外表这样子看啊 觉得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对 所以 应该是它到三代 都还是用 沿用这一颗 那个差速器 因为它用的那个差速器有 是同样的一个规格 所以这台车就是 只要时间久了 它通 后面那个差速器就有可能 比较 比较常遇到 比较常遇到 对对对对对 算比这台车的车系的重病 对对 我们转弯了 好 哦 有耶 还蛮明显的 我们听到一个声音 很大声耶 在前面我们再试一次看看 好 还蛮大声的 这样子 没有说坏得很 严重了 所以如果严重一点是 会有一个 整个车子的 好像会跳动那种感觉 这样子 它是发出声音来而已 哦 我不过它这个 冷气好像都不会冷了 我们开这样子的 应该会冷的才对啊 对 现在是开最强的 对 底盘这样子 开起来 感觉上是 都还算蛮正常的 就是那个差速器 有声音 嗯 现在冷气 也不冷 所以等一下 也要再检查 看冷气是 怎么清醒 这样 还好底盘没有那个 没怎样 OK 好 老板现在要看什么 现在看 引擎有没有漏油啊 都还蛮干的 看起来都 没什么漏油的现象 还不错 还状况还算很好 你说这个吗 对对对 这一块 所以現在是看要怎麼看 所以要等它數值跑到250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它掉的速度多快 看不看得到可能就是噴它的那個管路啦 凝結冷凝器上面看有沒有漏這樣子 沒有漲完全不會漲 所以現在漏得很慢 所以就用那個側漏計去測 先灌冷咩 然後再加側漏 現在要把這個拿起來 對下面還有一個引擎腳要踩 這邊一個下面一個 它基本上跟那個CIVIC喜美的配置 旧喜美的配置 四天台語車舞的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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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掉了 那個要換掉 OK OK 好 掉下去 快點 掉下去 8 破裂 破裂 掉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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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水幫符嗎? 對,水幫符 油封都被壓扁 應該是水封 稍微比較差一點 還好沒有落水 這個也換新的嗎? 對 這個可以 也不行 這次我們要把熱門放下 就把熱門放下 然後再放下 就把熱門放下 就要讓熱門放下 這個也要讓熱門放下 就要讓熱門放下 對,那我什麼時候 就要要把熱門放下 然後會讓熱門放下 好,就要有很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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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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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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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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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幹 開始吼 開始了 預備 把我的驚訝表情都錄起來了 這四顆輪胎都快比這台車貴了 而且啊 今天是 應該是這個 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對不對 剛好寒流來 對我們阿澤 拿著那個GoPro這樣 很冷 那我們的這個CRV搞定了 給你解釋一下做了什麼 你來站這邊 來來來來 好 怎樣你要看小超是不是 一定要看 你做什麼也不曉得 就是我們把這個全車 黑色 塑料的地方全部都搞過 對很漂亮 很漂亮對不對 這整個黑色的 然後再加旁邊的 它的這個側面 還有後照鏡 然後 手把 手把 下面的那個 只要看到黑的就噴就對了 只要黑的就把它全部都 屁啦 這就沒弄了 這個 欸 欸 好沒關係小地方 小地方啦 大致都有用 好然後呢 鎮實皮帶剁輪外皮帶 大保養 大保養 引擎室拉開 引擎室拉開 我不管看幾次我都覺得這燈好漂亮 為什麼 對啊也沒有換 我不管看幾次我看到這對車頭燈我就是 受不了 只是就會想救他 你知道嗎 援助 思學少年 喔這個也有噴耶 黑色的地方完全就變成 看你開蓋子的 狀況就是 有啦有啦 沒有很熟 這個之前它貼隔熱棉掉了 對不對 嗯 這我們就沒有除膠了 對啊 這就是兩種方法嘛 慢慢除嘛 第二種方法就是再買一塊再把它貼上去 當作 眼不見為盡 對對對 啊這個 都會漏油 啊這看到 喔這骨子拔成這樣 你看 對 它上面有重新整個都用過了 換過這個氣門試鏈片 對對對 這個比較重要的是講說它的那個氣缸床 喔氣缸床 怎樣 之前有什麼的 氣門咬死之後呢然後撞它的那個氣缸 然後把氣缸給撞壞 頂一個太太大力 撞一下撞一下五千塊 我好你剛才 屁啦 撞一下幾十萬吧 撞一下幾十萬 喔我猜你 兩萬幾塊啊 可是這一定要處理啊 咬死了然後就撞到氣缸 對撞到氣缸氣缸整個壞掉了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大條是它的差速器 藍趴後面的藍趴 對因為CRV它一代跟二代的那個 差速器 所以到後期比較老舊的時候它會 你在過彎轉彎的時候它會 喵喵喵喵喵叫 對所以那個就把它換掉了 那個我跟你講 二代還好啦 一代比較多啦 一代大部分遇到這個問題 直接把它染趴淹掉 後輪傳動直接沒有 爛趴種成整個割掉 跟檳榔城那個一樣 割掉爛趴種成 割爛趴種成 不是啊就本來四輪傳動變成二輪傳動就好啦 而且還比較省油 我想這修理廠一套的說法 他們都這樣講 他懶得用 對因為那很貴 不是啦 他也知道說你的殘值不夠了 喔有可能用下來 對啊你這車剩幾萬塊 不然爛趴種成花多少錢 爛趴種成一花花了兩萬四 對啊 誰要用 那車剩幾萬塊 都快舊換新比較划算了 所以通常 10台有9台發生這個問題 這個年份的車通常都是直接 閹割掉 然後變成前驅車 然後他們是說也比較省油 反正這個車你也不可能開去 越野啊幹嘛的都是代步用 就前輪驅動就好啦 就好我們還是把它花了好不好 然後其他的就是引擎腳啊 冷眉啊這些的 我覺得載車加車價弄起來 快20萬是要賣給誰 我現在看到總價了 加車價快20萬 賣給誰 還有來令跟碟盤都換掉了 來令跟碟盤都換掉 對對對 四個喔 對啊 哇 哇 四個輪胎嘛 對對對 好好好 然後咧 當初就是因為他外觀不錯 所以我們就把大部分的預算都拿來做他的那個內在 喔內在 其實做完感覺好像沒做的感覺 對啊 看不出來用了什麼 皮帶也換了嘛 對不對 水管 皮帶 有肉油的地方 然後剩下的都是一些保養的 機油變速箱油 煞車油 水箱筋那種 氣缸 脖心塞 上修包是氣缸床 對對對 所以其實氣缸床修起來應該是差不多3萬塊 對 就這兩個 因為上修包跟氣缸床是一起 對 農結 農結3萬塊 農結農結3萬塊 喔冷煤喔 冷煤有漏嗎 它那個冷氣不冷 所以後來是講補冷煤而已還是 冷煤 對啊 側漏確定沒漏就補冷煤 對對對 這你有開嗎 開起來 還行 有變好開嗎 我覺得是 變成比較正常一點 本來不正常 本來已經快掛了 現在起來可以走了 這樣 欸這應該失掉才對啊 這倒是要失掉 對啊 失掉還帥啊 看內裝 如你所見 內裝的話就是全車精緻美容 精緻美容 一定要這樣寫 這麼說話喔 地毯全部拆起來 地毯有拆 地毯有拆 哇 有有有 你這麼為難美容部喔 最近都叫我拆一些垃圾車 那麼老的車 那邊還有一台 Toyota的老車還在 前幾天拆個那個 Corona 對才在裝 那內裝實在不錯喔 這跟上 以前的那個Stream一樣 就是這種絨布椅 然後乾淨乾淨 對啊看起來就很舒服啊 記得它本來就跑很少這台 4萬 對啊我記得這台本來就跑很少啊 他跑4萬而已 跑4萬 氣光床 充掉有個屁用 不過這台車真的這樣子弄起來整個 感覺上面 這個開在外面 很有味道吧 這有人在 誰 那個我聽有業務說他的客人一直想要 從你說要用這台 小搞搞到現在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這台當那個拍攝車很好用 對啊 我是想說我本來想說這台花花那麼多錢留下來當拍攝車 就你這樣打開慢慢開然後從後面 好像比較方便 對 好啦不然我們慢慢來看 如果沒有人買的話我們就留下來當拍攝車 就這樣而已喔 沒了喔 沒了啊 這麼簡單 小搞搞嘛 花那麼多時間 小搞搞 也花了一兩個月 不錯啊 我覺得這在外面看到一台車這樣乾乾淨淨的整整齊齊的 好漂亮喔 好啦 那這個 相信呢 現在的年輕人對這個老車應該是 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車喔 它機械 都是機械的東西 沒有什麼現在的那些科技的東西 油加熱就跑 對不對 然後 馬上有問題聲音 一聽就知道 就知道要修哪裡 也不會沒事給你亮的 有的沒有的燈 這麼簡單的車子 而且這個開出去啊 一定 比你花 600萬買一台台康 吸金度都還高 真的嗎 真的啦 還是你要換 路上的這個比台康還少 你自己回想一下 台康搞不好比這個車多 你叫路上的能見度 我現在是在鼓勵 我們因為我們頻道現在這個也很多 年輕 的這個 學生族群會看 讓他們知道一下 這個就是初代的CRV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如果喜歡老車的話 都很棒 我把他們推坑 推入這個火坑裡面 可是你要想啊 這再怎麼花 不就 十幾萬嗎 再加車價 不就這 一二十萬嗎 你現在隨便去訂一台 小鴨 七八十萬就沒了 對也是 沒有啦 東西不一樣 好啦 好啦 那就大家希望這個這一次啊 整個 簡單 整理的流程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觀眾朋友看得開心 那花這樣的預算要記得 怎樣 快點 拜票一下啊 記得一定要訂閱分享 留言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還是你要用那個 移工的那個 移工嗎 外籍移工的說法 請大家訂閱 這樣會退訂 這樣會退訂嗎 應該不會了 沒有要上個字幕以下為 宜萍的 個人言論 以模仿秀 不能模仿是不是啊 可以啦 現在政治 都不正確了就對了 不能政治不正確這樣 都不能講 沒講你 記得要 訂閱按讚 分享留言喔 開啟小鈴鐺 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阿翰一起 一起 拍片 對 喊話一下 阿翰學長要記得 軟月家屋 記得找我啊 好下次見 拜拜 字幕詞・作曲 李宗盛 字幕詞・作曲 李宗盛 字幕詞・作曲 李宗盛 字幕詞・編曲 李宗盛 字幕詞・編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